Hello Vogue的朋友你們好 我是仁蓉萱 我是Selina仁佳萱 今天呢我們要來讓你偷窺我們的行李箱 到底這麼漂亮的兩位美女行李箱裡面是長什麼樣子呢 我今天特別精心的準備了一些東西 那這個呢就是我最近陪我征戰世界各地的小紅行李箱 印入眼簾第一個東西呢我出國真的是不管去哪我都一定會戴的 就是我的枕頭 那因為這是我個人衛生用品我不願意戴打開來了 反正就讓你來看 你現在手不乾淨你不可以摸 Oh No Oh My God 他有一個很可怕的潔屁 乾淨的東西不能在不乾淨的時候去碰觸到 然後呢我一定會戴的就是一支吹風機 我有各種電壓的也不就是一百一跟兩百二 就是兩種電壓的 因為我的頭髮真的非常非常多 所以一支好的吹風機真的太重要了 然後呢不管去到哪裡最重要就是一副帥氣的墨鏡 他會讓你瞬間就變得有心有款 我也會戴的一個東西就是熱水壺 煮熱水的鬍子這樣 因為也是之前在網上看過很多新聞 就是說有些熱水壺那種飯店熱水壺 不知道他們拿來煮什麼這樣 然後呢這一袋是我覺得非常有趣的特別的東西 所以可以整理出來 因為一把好的梳子很重要 特別是我頭髮很長 然後又有點乾燥 為什麼這樣介紹 就是很容易打結 所以一定要有一個很好樹的梳子 然後這個呢就是鹽巴 我會泡澡 然後泡澡的時候就一定會加很多的鹽巴 想讓自己去水中 這個是我這次特別帶的 這個很重要 這個呢就是你在泡澡的時候呢 這樣弄上去 然後這樣假設這個浴缸放進去 然後它就會告訴你溫度 所以你下去的時候呢 就不會像下水餃一樣被燙爽 然後我這邊我心裡下去就會準備 就是各式各樣的這種 按摩器 就好像我是一個運動健將一樣 這樣 可是因為像我這一次來 我會多留下來 然後如果你真的每天去玩 走路啊什麼 其實腳真的會很痠 這個時候一個滾筒可以幫你放鬆 一個肌肉按摩器 也可以幫助你肌肉在獲得更好的舒緩 然後這也是擀麵的時候 擀麵滾筒 肌肉啊也是可以放鬆用 然後這個球 反正那一整組啦 我就都會戴著 然後這個眼罩呢就是 可以冷凍 冷凍起來 然後早上起來 如果眼睛太腫 可以立刻做一個急救作用 急救完之後 你又可以出去 電死所有紐約的男生 然後我一定會戴著就是海苔 有沒有看到海苔 對無鹽的 沒有調味的海苔 就是也可以順便補充你 如果今天吃不夠多的蔬菜 然後以及就是補充身體需要的點 對 好以上就是我的行李箱啦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融融洗一下又是什麼樣呢 換我來開箱啦 我先把我的外套同樣 不然我的外套方便 好 我呢習慣用自己的毛巾 就是住在外面我總覺得毛巾不乾淨 所以我會習慣自己戴毛巾 然後呢這邊都可以看到我都是一袋一袋的呈現 一袋一袋一袋 我一定會戴一個外套 因為現在剛好是秋就是轉換的季節 然後在紐約的街頭我覺得 戴一件這種風衣外套很時尚有心 而且它可以有很多種穿法 我剛剛說很多種 很多種很多種 多多呢 它可以拆開來 然後變成上面的短板的外套 或者是下面可以變成一件裙子 就是我覺得戴一件衣服可以有三種穿法 是一件很方便的事情 然後呢接下來都是一袋一袋 一袋一袋一袋 保養品啊 保養品啊 洗髮精啊 各式各樣的全部都在這裡面 真的是收納屁 真的是有 這包跟剛剛姐姐的一樣就是 水壺 這個 你有袋 我也有袋 因為要對抗時差 除了吃退黑激素之外 還有一個很奇妙的工具 就是 就是它就是一個 據說啦 我免包怎麼講 從口袋拿出來 登登 睡眠鋪滿 小叮噹有沒有 就據說可以幫助你露眠 深層睡眠 對 出門去外面逛 一定要有一個時尚有型的包包 百搭的包包 我剛剛你不說我還以為是月曆 蛤 差太多了吧 因為我不算喜歡一直戴著墨鏡 我覺得很黑看不到 我會戴沒有框的眼睛 好好看喔 真的比較細 好適合你喔 好 這次呢因為我們有特別說要一起去 中央公園野餐 所以我就帶了很多野餐的工具 你看我真的是一個工具人 冰型那個香檳的桶子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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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知道喝香檳沒有好的杯子 其實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這個東西呢 它中間可以放一瓶香檳 可想而知我們已經把它喝掉了 然後 還有杯子 兩個 所以其他多的人就喝一些 塑膠杯 就拿一些塑膠杯喝 塑膠杯不好 喝紙杯吧 然後呢野餐店是必備的 這一塊比較小 Kiki Lala 它是放食物的野餐店 專業的 這個是之前幾點送的時候 買的比較大的 好 野餐店 有時候呢 可能會多帶不知一支香檳嘛 裝酒的袋子 這次大概半箱都在放 真的半箱都是野餐工具 野餐的工具 所以我們已經完成了這個野餐清單的夢想 那妳就麻煩妳幫我帶回去 沒錯 因為我今天就要回去了 所以這些比較佔位置的東西 我會先附著帶著 好 以上就是我們兩位大美女的行李箱 希望大家看得滿意 謝謝